明明西方国家也向非洲提供了丰厚的援助 为什么非洲更偏向于中国而不选择美国呢 吉普提华掌一席话点中了关键原因 敬请关注 最近有美国媒体发出疑问 非洲国家为什么选择中国而不选择美国 数十年来 包括非洲的前宗主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一直通过丰厚的援助 来推动达成贸易和安全协议 这是让美国媒体非常疑惑的一点 同样都是付出了 非洲国家却坚定选择中国 其中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非洲人都不是傻子 谁是真的对他们好 谁只是虚情假意 他们自为当事人一眼就能看得明白 在过去数十年中 西方国家是援助过非洲 然而他们当然不是白送 他们看重的就是非洲的资源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真正的在帮助非洲 中国资助的项目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 就给非洲带来了基础设施的巨大发展 我国在尼日利亚建造了 非洲南部最大港口 解决了当地17万人的就业问题 帮助修建的尼日利亚铁路 预计在2020年正式开通运营 而在如今的尼日利亚铁路列车 体验活动中 列车每天都满载 活动开展以来 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000人次 坦赞铁路更是被誉为 有益之路 自由之路 蒸汽之路 发展之路 而在另一个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 中国也在一带一路下提供了帮助 非洲国家医疗论后是出了名的 但如今 中国却将医疗AI带给了非洲人民 对于非洲广泛缺乏医疗基础设施的地区 人工智能有可能建立起一个非典型市场 为非洲建立基础性的医疗信息 全地平台提高疾病预防可能 用数字化的医生协助诊断患者 弥补医疗资源确实 中国正使得非洲一步步脱离落后 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所以非洲国家吉布提外长 才会盛赞中国 指出为了非洲的未来 他们的选择只能是中国 吉布提的外长表示 非洲国家和中国加强伙伴关系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他们急需的就是基础建设 而欧洲和美国都没有办法做到 只有中国可以 为了替国家谋划未来 为了人民的福祉 他们的选择只能是中国 根据数据统计 2014年到2018年间 中企在非洲的投资 是美企的两倍 吉布提外长还特意指出 连美国都还欠中国的债务呢 他们怎么可能不选择中国 而去选择美国呢